對於民進黨執政中山大學的學生所提出來的質疑 貪污弊案事件重生 您怎麼回答 現在選舉也到了 很多的消息呢 都是一些錯假消息也會出現 這我們要特別小心 我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林北好游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民大學生的印象 是因為很多媒體的錯假消息 導致他對民進黨的誤會了 我想他個人有他自己的這一些印象 但是他的印象怎麼來 我也不認識他 我也沒有辦法 所以你沒有這樣的印象 您覺得民進黨執政沒有貪污腐敗 你講的不是事實 這幾天也發生了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是我們的賴副總統 他未來想要選總統 所以他到中山大學去演講 那麼中山大學現場有一位女大學生 對我們的賴總統提出了問題 但是我們的賴副總統呢 他並沒有在現場正面的回答 反而反問了女大學生 引起現場的誇然 以及後來民意很大的反彈 可是呢 讓大家覺得非常悲哀的是 這位女大學生居然遭到了 側翼網軍的出征攻擊 那我想在這邊 這位女大學生問的問題 為什麼會引起社會很大的迴響 因為她代表了社會多數人的一個感受 這個女大學生我從來沒見過她 我也不認識她 大多數的人也不知道她是誰 那我想在這邊 院長您是現在執政的行政院長 這位女大學生問說 我想請問一下副總統 這是她的原文我一字未改 也許說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 所以我想請問 目前您對於民進黨諸多的貪污 弊案事件 您有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因為執政了有權力 所以才會有貪污弊案事件 就這一點 我給您個補考的機會 當時賴副總統沒有回答好 引起軒然大波 您是現在最高的行政首長 對於民進黨執政中山大學的學生 所提出來的質疑 貪污弊案事件重生 您怎麼回答 有任何貪污弊案的話 我們一定是延查 延辦到底 就這樣 講完了 院長您講了 我不是叫他來現在這邊查弊案 我再給你一個很好的機會 女大學生得不到他想要的答案 引起社會誇然 那您可以用行政院長的身份 回答這位女大學生 講完了嗎 就這一個貪污弊案的部分 如果我們來檢討 這一個不同年代的貪污弊案的情形 我們會發現 確實 這政府官員確實是有一些少數的人 是有貪污的現象 舉個例子 像林醫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林醫師他現在是在問民進黨 林醫師什麼時候參加民進黨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的年代 都有這些貪污的事件 那貪污的事件呢 以政府的立場 當然絕不寬帶 一定是延查 延辦到底 那至於剛才我們講到現在選舉也到了 很多的消息呢 都是一些錯假消息也會出現 這我們要特別小心 我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林北好油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所以我覺得民眾也需要在自己 所以你覺得林北好油對於 整個進口蛋風波裡頭 出現了很多的令人質疑的觀點 他批爆了很多政府這一次採購過程令人質疑的部分 全部都是假的嗎 當然是假的 我們已經說不清楚了 當然是假的嗎 那這樣子的話 陳其聰為什麼要下台 通通都是假的 他為什麼要下台 你們這樣子願望陳其聰啊 所有的這個 雞蛋專案進口的 我的專案的報告 都已經講得很清楚 當時 就是因為有情流感的關係 因為台灣的雞蛋的進口 那是你們進口蛋沒有任何的瑕疵 那我不懂陳其聰跟林聰賢為什麼要下台 那林聰賢為什麼要下台 是因為錯假消息害了他們兩個嗎 現在很多民進黨的網路上面是這樣子在討論 但是院長也是這樣想的嗎 就是論事 所以您剛剛也是說了 雞蛋專案進口的這件事情 女大學生的印象是因為很多媒體的錯假消息 導致他對民進黨的誤會了 我想他個人有他自己的這一些印象 但是他的印象怎麼來 我也不認識他我也沒有辦法 所以你沒有這樣的印象 您覺得民進黨執政沒有貪污腐敗 貪污腐敗並不是我個人當中 我覺得在民進黨執政的這七年當中 貪污腐敗的事情 林北好游是說他被恐嚇這一點是自導之言 大家都覺得不能接受 但對於整個購彈過程 他也沒有了解事實 他也沒有了解事實 還有很多的問題 那些不是錯假消息啊 但是他講的不見得是對的 我要講的是說林北好游他講的那一些有關於雞蛋採購的這一些實際上的措施 他並不了解 而且他也不是深入的去明白我們採購的這個機制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他的講法並不公平 您對於女大學生的這個回應 就是我剛剛大家也都聽得很清楚了啦 那接下來院長您標榜說 您的那個是一個 我給你很多時間講啦對不對 我就說在不同的時間 這一個貪污的事件發生的情況 還有在報章雜誌裡面 包括地方的這個政治人物 我們發現國民黨的或者是其他政黨的 這個貪污事件也是存出不窮啊 我給我們補充一下好不好 不用補充了 來 接下來我想請教院長 您標榜說您是一個溫暖的內閣 今年九月二十二號發生了一個非常重大的火災的彩蛋 全台灣人都非常的痛苦 九月二十八號這些打火弟兄 到行政院來呈抗 我想要請教院長 為什麼標榜溫暖的內閣 院長你當天為什麼不見這些打火弟兄呢 我們看到新聞大家都很痛苦 政院派了一個層級非常低的代表 然後呢年輕的消防員哭倒在地說他不想死 還不到一個禮拜耶 還不到公祭的時間耶 我是真的非常的傻眼 為什麼院長當天沒有辦法讓這些打火弟兄 進到行政院裡頭呢 我因為你有藥物 所以我們就請了 副院長也不行啊 按照我們的這個以往的作為 我們請我們的同仁去接見 當然他接見的時候的態度是 所需要趕緊的地方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們也覺得 我也在行政院服務過 院長聽我的問題 沒有 我可以問嗎 你那天很忙 我先回到我的問題 副院長也很忙嗎 秘書長呢 副秘書長呢 都沒有一個人可以出來接待這些打火弟兄 他們也不是成千上萬要衝進去行政院 他們就這麼幾名打火弟兄發生這麼大的慘案 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來到行政院 為什麼不能夠請他們進去行政院做呢 為什麼行政院這麼的冰冷 這麼的官僚 我不懂 那如果你說你按照的是SOP 所以請問一下 要什麼樣子的人民成抗 什麼樣的規格 什麼樣的標準 到了行政院之後才能夠接待進去行政院做 還是說我們的院長會接見 還是院長都不會接見 我們的副院長會不會接見 我們的秘書長呢 我們的副秘書長呢 這些長官通通都不會接見 是這樣嗎 這是行政院最新的SOP嗎 在當天 我們有這一個 當時的這個 消協會的代表呢 有進入到我們行政院 跟我們消防辦的主任呢 有接見有討論 當時呢也已經有安排 這個我們會再提高層級 所以我今天也在媒體訪問的時候 講得很清楚 我們後來就請了 我們副院長來接見這些人 我想要請問一下 跟這些人的這些討論的過程當中 他們也感到 這一個 政府 確實要解決問題 那當天的情況 就是我們派個代表到外面 然後 接見他們 他們有他們的訴求以後 所以後來 他們的代表 當天 當天就有代表 進入到行政院裡面 有消防辦的主任來接見 你的意思是說 這些打火弟兄 其實對你們的誠意 都覺得很感動 也很接受 那我看到的是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不一樣 那這些打火弟兄呢 甚至於在國慶日的前夕 還去夜宿了凱道 那麼他們提出來重點 是這三大訴求 他們沒有夜宿 然後 對不起 夜宿 夜宿 東東府附近 這樣可以吧 不不不不 那 你講的不是事實啊 然後呢 消除會呢 那不然他們夜宿哪裡 我要講精準的地點就對了 對啊 你應該講 他們的訴求是什麼啊 我現在不是要講了嗎 他們有三大訴求啊 第一個是 消防員全面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二個是 補足地方 防災能量與人力 第三個是 消防員組工會 那請問這三大訴求 既然院長你說 你們很重視 然後他們也 你也跟他們達成很好的共識 那請問這三大訴求 你們都接受了嗎 我跟委員來報告一下 都承諾了嗎 昨天下午兩點在行政院 我知道你們有召勘會議嗎 對召勘會議 你可以直接告訴我這三點 都接受了嗎 還是接受了一點兩點三點 我們討論的並不只這三點 我們討論的更為廣泛 那我要知道這三點 你們有沒有接受啊 你不是答非所問嗎 所以這三點是什麼 欸院長你不是叫我 趕快問這三大訴求 那你怎麼不趕快回答 我想第一個是 我現在已經問了啊 資安法的部分喔 因為這還有牽扯到其他的這些相關的一個適用 所以這部分我們這個都還在做一個 還在研究 對還在方案在做一個討論跟處理 補足地方防災能量的人力 我跟委員報告 地方的一個防災能量跟人力喔 第一個人力的問題一定要處理 但總統已經談過很多次了 我們每次發生重大公災的時候 總統都有出來公開承諾 但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看到都還跳票嘛 那未來呢 會怎麼樣加強 他有兩個問題 他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我們考試制度的問題 我們能力報這個考額 實際上錄取的人數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跨院跟考試院 在討論相關的一個改革 消防員主公會呢 消防員是屬於公務人員 那我們國家在整個公務人員體制裡面 包括任用、權序等等 有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進度 我知道 那他們現在希望能夠主公會 你們會朝這個方向 努力來修改相關的法規嗎 昨天的溝通的狀況 所以委員 你剛才 你有些講的 請問你啊 主公會你要趕快回答啦 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這些消費會有業數 但根本沒有業數 你在這裡的訊息就是錯誤的嘛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主公會的事情昨天有在討論 他們也了解他們本身是公務員 所以在主公會這件事情 這個考試院本身 也在救公務員的學會的方法 我說他們了解是什麼意思 他們已經不堅持了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公務員的體系 是升級整個國家制度 跟公會是完全是兩件事情 所以你不讓他們主公會 他們只能組協會 不是我們不讓他們主公會 而是這根本就是兩個 兩個法系的問題 那你有要往這個方向去 讓他們可以主公會嗎 我知道你現行的規定是這樣啊 那你有要修改規定嗎 不是 這個涉及整個國家體制的問題 不是單獨的去談所謂的消防員 這涉及國家體制的問題 但這也涉及消防員權益跟生命的問題 所以這兩個不能權 所以消防員的權益跟生命 只好為國家體制而犧牲 並不是這樣子 消防員 消防員的權益 消防員的權益 一定要保障 第二個我們現在 那不是空話就能夠保障了 已經死了這麼多人了 沒有 剛剛已經在講 我們包括人力裝備制度等等 現在都在檢討 第二個是 剛剛在講 消防員 我們現在 這個擴大它的一個結社權 也就是說我們會從消 我們的公務人員的這個協會法來做處理 放寬 然後把這個